哈囉大家好,我是KissPred 今天也要來做料理囉 我們今天做的料理叫做 胡蘿蔔麵條 胡蘿蔔麵條所要用的材料有 麵粉 水 鹽巴 胡蘿蔔 那為什麼 胡蘿蔔麵條要用 胡蘿蔔呢?廢話 不然它怎麼叫胡蘿蔔麵條呢? 胡蘿蔔麵條的 胡蘿蔔 除了增添口感和口味 還有一些纖維汁 最重要的是可以讓 整個顏色變得更漂亮 麵粉跟水的比例大概就是 3比1 其實像 我們今天用的 Bianco的 全調理機很厲害 可以做麵團 麵粉跟水的比例 就可以自己去抓 那譬如說你要做麵條 麵包啊 或是一些 無味無味的麵食之類 那像是麵粉啊 糖啊 鹽啊 或是酵母粉啊 之類的東西 一定都可以自己再抓 那總是它就是可以打麵團 好的 那我們要做胡蘿蔔麵條之前 最重要的是先 去把胡蘿蔔先打成汁 我們就把切好的胡蘿蔔放進去 倒一杯 OK 好 就把它放上來 好 放上來之後 再比一身 好的 阿祺這邊就有一個叫做火汁模式 我們直接火汁模式按下去就可以開始 好 好的 現在果汁打完喔 哇 也就胡蘿蔔汁打完了 好 那我們把胡蘿蔔 蘿蔔倒到杯子裡面去 那我們也是 剛剛的比例才一杯份這樣子 好的 阿祺開我們就放在旁邊備用喔 好 好 那接下來 要做麵粉呢 我們剛剛使用的果汁是七星刀杯 那我們要做麵粉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麵粉的時候就是要用一字刀杯 好 那一字刀杯在哪裡呢 好 我從遠方飛來的一字刀杯 一字刀杯 OK OK 那很簡單 方法很簡單 最重要的是我們把麵粉放進三分之一 先放一部分進去 然後鹽巴放進去 最重要的是胡蘿蔔汁也把它放進去 好 好 放完之後 把麵粉放到 Bianco前調理機上囉 記得要把蓋子蓋上 好 那它隨機其實有附一個叫做攪拌棒的東西 那就是等於停機的時候 你可以去把旁邊的一些麵粉把它刮下來 然後繼續再攪打 好 那在使用這台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放進去之後 我們只要 調到 好 磨咖啡豆粉這個模式 那它同時也是攪打麵粉的模式 按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開始攪打 那就可以 經過幾次之後 它就可以完成很棒的一個麵團 好 那我們開始囉 我們用Bianco前自動調理機來製作麵團 它可以使用自動模式 那只要切在磨咖啡豆粉那個模式 它就可以開始做攪拌麵粉的動作 那攪拌麵粉它會 可以漸漸漸漸漸的那個轉動 那它也會慢慢的把你的那個麵粉成型 那當然是一次可能不太能完成 那你可以多次的去使用它這樣子 好啦 經過幾次的攪打之後 麵團就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取出來 來 給我先看一下麵團已經成型了 好 先把它取出來喔 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胡蘿蔔麵團 就這樣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打完之後的成果 它整個筋膜其實都還蠻漂亮的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多的筋的話 那可以再多攪打幾次 那這樣子我們之後等它那個 放著靜置洗麵一下之後 然後就可以拿來做一些麵食的料理 我們把它擀拼 然後切一切啊 或是說你做麵疙瘩都可以 OK 那以上今天就是我們介紹的 胡蘿蔔麵條 好